植物需要阳光,人类需要被爱 每个人都有懵懂的时候,默默等待与付出 你说你爱我,但你却违背你曾许下的承诺 就像一记耳光打在脸上,我才学会看清事实 晚上好,我是Anne 让我和你分享一段百年前的浪漫爱情 被写在一本满是秘密文字的日记里 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一户贵族家的女儿名为Anne Lister 她与其他女孩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息 这是她的好友Tip和她身在这的女孩Mariana 破于时代的压力,Anne只能将自己与她隐秘的感情 用自创的密码记在日记里 因为内容是当时不能被世人所接受的 而这一本将近400万个字的日记 在她离世150年以后才被解密 传统思想的社会里,并没有影响她对爱情的坚定 她更向Mariana保证,等自己经济实力稳定以后 就让她以伴侣的身份,一起回家生活 当一转身,Mariana却决定下嫁给一个财大气粗的油腻男人 顺理成章地成为另个庄园的女主 面对心爱的人离自己而去 她也束手无策 唯一能做的只是默默接受 即便失去了吸赖,但她不允许自己为情商沉沦太久 而是选择投身学习和创作 同时也在坐立不安地判证Mariana的来信 另一方面,最爱她的好友 有始至终都陪伴在她身旁 不断地向她表达爱意 只希望自己付出的爱有一天也能被她接纳 但是这一切也并没有让她成功忘记Mariana 看见那封等候已久的情形 心中的那份激情终究被点燃 最后决定出发,与Mariana相约在另一个城镇 原以为能有独处机会,重温过去的时光 但丈夫突然地出现,灭了她对Mariana所有的激情 面对这份感情,Mariana表示 只要等到丈夫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就会再次回到她的身边 而当下的她被甜言蜜语冲昏了头 于是答应会在原地等待 两人也在当下承诺为彼此失守终生的伴侣 开心回到家中的她 却需要面对同住未婚姑姑和叔叔安排的相亲 他们希望她能找瑞安定下来 同时,这门婚事也能扩展双方的家族企业 但是本来就不喜欢异性的她 当下就拒绝了这门婚事 惨遭拒绝的追求者,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 则以她的性取向取笑她 还强调她爱女人的事实,早已传遍整个城镇 一字一句贬低着她 不过是想要维护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 为了往后不必要再拒绝没有爱情的婚事 性格直率的她在饭局上向长辈们坦白自己的理想生活与未来 生日的这一天,忙碌的打理房子只为了迎接玛丽娜的到访 而深爱着她的Tip也没缺席 但是眼见深爱的人喜欢的并不是自己 Tip只好默默避开,成全他们这段隐秘的感情 隔日,好友提醒着Ann 眼前那个让你痴迷的她 并不值得你付出一切 否则会为了爱而度受伤 但她终究放弃了眼前这一段没有火花稳定的感情 而是把所有的期盼都放在Marianna许下的承诺 激情以后,两人依然得面对总是分离的事实 在某一次的舞会上 巧遇相识已久的Miss Walker Ann主动安慰着她 并表示自己理解失去亲人的痛 以及背负着整个家族产业的压力 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被真正关心过 终于有个懂自己的人出现 当下的那一刻是多么的温暖 但下一秒,这个谈话却被她的婶婶打断 当晚,Ann也在舞会上与Marianna相遇 无限期等待的这份感情 让她无法平静面对Marianna 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对方口中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但结果还是那一句 再给我一点时间 你爱的人只会背对着你 让你原地等待 爱你的人只是陪伴着你 让你不再孤独 参加舞会以后 爱着她的Tip再次提醒她 Marianna绝对不会放弃名利 成为她未来的伴侣 但是自己愿意付出所有 与她同甘共苦 即便是狼狈的未来也愿意 可是 我并不爱你 并不在同样的 那我并不再麻烦你 叔叔的离世 也让Ann成为家族产业唯一的接班人 拥有经济独立以后 她第一时间写信告知Marianna 计划这两人未来同居的生活 也相约下一次的见面 但想不到的是 Marianna面对她在提出同居的打算时 这一次终于把内心的胆怯狠狠地砸上她 他强调着 在这个社会里 两个女人终究无法结婚 还得面对社群的一样眼光 早已意识到 女人之间的爱情 根本没有未来 从来就没有计划 将这段感情公开 她总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明确表达自己的爱意 但实际上 从没打算去实践 这一次的争吵 才把被爱情迷惑已久的M打醒 我希望 跟别人分享我的生命 我希望 我完全没有 我可以 原计划到巴黎初游两年 是为了安慰失恋的自己 但在离开以前 之前的追求者前来向她谈判租借地皮的协议 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中的庄园拥有大量的煤矿 当下果断拒绝着向交易 决定为此项目留在家中 为了开采煤矿 她亲自找上Walker 邀约对方成为投资者 一起合作开采 身为产月为一掌权者的Walker 当下就答应合作 也会尽全力帮助她完成开采的项目 两人也因为采矿事业 渐渐拉近彼此的关系 对于过去总被忽视的Walker来说 是多么的欣慰 因为这是她人生中以来 终于有人察觉她的存在感 甚至主动关心她的兴趣 两人在镇上闲逛的这一天 正好与商业对手正面杠上 当下激情的Ann 也以保护之名 邀请她暂时到自己的庄园居住 并安排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保持两人之间的距离 毕竟在遭到背叛以后 她开始为自己涂上了保护层 免得再次为爱受伤 两人采矿的事业蒸蒸日上 这让彼此对于现状的生活更加满意 Walker为了更了解她 甚至开始接触她的兴趣与爱好 而这一次的肢体接触 也比以往的互动更加坦然 但是好景不常在 两人的流言蜚语被竞争者 告示在报纸上大作文章 让他们的名誉受损 因此 婶婶前来阻止两人继续共处 也提醒着Walker 这谣言可能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丈夫 她则表示 简单的一句话 却是千斤的重量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接着在婶婶离开以后 她主动表示想要继续与安住在这个庄园 安则是访问她 是否明白谣言正正的意识 此时的她保持沉默 只是以亲吻表明自己的爱意 隔没多久 两人在园狱里再重视 但Marianna却突然出现 尝试与她复合 而她只是坚决地说出那一句 面对曾经的最爱 放手那一刻万般无奈 但却也是种解脱 我爱你和我陪你 以智之差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胆量和你一起走出柜子 但总会有人愿意和你一起对抗世界 即使两百年已经过去 世界也面目全非 但人还是原来的样子 需要的并不是最爱在身边 而是一个勇敢到不会离开的人 等一个人是有期限的 因为恒久的不是爱 是陪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统治影片解说 记得订阅关注并且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